印度女兵入伍体检有一项让很多女兵无语到底是怎么回事 众所周知,每个国家都会征收士兵,保家卫国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参军入伍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 不过参军有着严格的要求,而且要经过体检检查,只有符合要求才可以 最近就听说,印度女兵入伍体检最后一项检查实在太尴尬了 现在讲究人人平等,很多女生都经过不让蓄眉 所以现在参加征兵入伍的女生也越来越多 但相对来说,女兵的征兵条件要比男兵的更加严格 首先面临的就是常规检查,身高体重等等 毕竟只有身高匀秤才能保持军队的整体性 然后就是视力检测,甚至有不少女生为了去当兵,选择做近视矫正手术 在前两项合格后,就会进行最后一项体检 那就是检查女孩是否完整,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奇怪 这最后一项检查与当兵有什么关系 其实之所以这样做,是因为在印度的治安比较差 如果女孩子连自己都保护不好,又谈何保护国家呢 这一说法让人觉得很荒谬,但还是有很多女性选择征兵 因为女性在印度地位低下,甚至很多家庭都会早早的将姑娘嫁出去 为了摆脱这种情况,女孩都会选择去当兵 对此,小伙伴们,你们有什么看法?